别说我不留情面 你只要愿意在这上面签字 我就愿意 出十块钱收购你的公司 要不然啊 你就等着破产吧 王富贵 我这次过来 本来是想来收租的 但是我现在改变主意了 越义银行将收回你们王氏集团所有的贷款 所以啊 你要么还钱 要么就等着宣布破产吧 你小子别吓唬我 你一个穷小子 就算中了彩票 买了这栋大厦 也做不了越义银行的主 你 你到底是谁 我是谁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该做选择 你是要钱 还是要公司 你是要钱 还是要公司 抽山 有事好商量 你想要什么 我全都可以给你 你想要我的命 那你说 我该要你什么呢 郑胜 你小子别敬酒不吃吃法酒 上次我虽然失败了 但下一次 就不一定 我劝你 留点余地 那我要是不留呢 那你就别怪我 不客气 不是 你尽管死 文尽管 那你就别怪我 不客气 不是 你尽管死 文件管够 尽管死 不够 我再找人来打 不过是巴结上 一个银行的小厨款 我出来混这么多年 也不是好惹的 你给我等着 没想到 王富贵 还有这种癖 大 真大 天行的 就是这小子 勾结你们银行的一个小经理 来找我麻烦 天行的 就是这小子 勾结你们银行的一个小经理 来找我麻烦 这事你必须给我一个交代 我告诉你啊 他可是月异银行的行长 你不要以为勾结了一个小小的银行经理 就想扳倒我 做梦 谁是你大哥 我跟你不熟 不 我根本就不认识你 天行长 你 你怎么了 周先生 这事真的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哎呀 你千万不要误会啊 千万不要误会 天行长 你 你要是觉得少 我可以再多添点 你是到底是怎么了 我早知道周先生在这儿 你打死我也不会来的 他说的话 就是我说的话 周先生 你看 我这样处理的方式 你还满意吗 那这没您什么事了 你就先走了 哦 好 好 别说我不留情面 你只要愿意在这上面签字 我就愿意 嗯 出十块钱 收购你的公司 要不然啊 你就等着破产吧 王总 一定是周生惹您生气了对不对 这种人 只要叫他滚就行了 对王总 只要您说一声 我现在就叫保安上来 王室公司新任老板 是周生 你 你说什么 问问问问问问 讲耳朵没 公司我卖给周生了 蠢货 以后啊 公司就交给 林小雨 全权负责 你们二位 就跟着王富贵 一块儿一块儿走吧 周生 大家之前都是同事 没必要做这么绝帮 保安 哎 放开我 周 周总 周总 我知道错了 周总 我向您道歉 周总 我是无故的呀 你再给我一次诋毁 周总 你小子以后 别放到我手里 不然 不好意思啊 我的事啊 就不用你操心了 你呀 还是担心担心你自己吧 王富贵 借的高利贷 该划的吧 等等我 怎么了 跑这么着急 周哥 等等我 怎么了 跑这么着急 周哥 哦 不对 周总 你把公司交给我 我 没信心啊 哎 别担心 你本来就是公司最优秀的员工 仔细点 啊 当然 我会给你安排一个职业的经理人带你 等你能够独挡一面的时候 我再 把公司交给你 好的 周总 我不会辜负你的信任的 走了 老爸马上过生日了 正好给他挑选礼物 你这个模样啊 哎 不如跟着我 这个模样啊 哎 不如跟着我 嘿嘿嘿 哎 不是 不是 你怎么在这 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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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素手 素手 疼 你这个死婊子 给我放开 哦 他刚刚摸我屁股 你 快将你的女儿放开 留条面就行了 哎呀 滚 你们两个 你们俩给我等着 要等我哥过来了 你们就完了 你怎么突然来了 有人跟踪你 跟踪我 谁啊 要等我哥过来了 你们就完了 你怎么突然来了 有人跟踪你 跟踪我 谁啊 不知道 不过对方应该不是杀手 反而 像是某个家族的保镖 不过你放心 一个月内 我不会让你死的 我谢谢你啊 哥 就是他们俩 干欺负我 你没事吧 这个男人 好熟悉 可是我非常确定 我没有见过他 哥 我都想好了 这个男的 我要费他一小腿 至于这个女的嘛 我要把他卖到窑子里面 哥 我都想好了 这个男的 我要费他一小腿 至于这个女的嘛 我要把他卖到窑子里面 抱歉 我弟弟刚刚多有得罪 还请二位见谅 你可比你弟弟礼貌多了 你以后 还是少放他自己一个人出来 毕竟畜生不牵绳 还是不能出来 你骂谁是畜生 我看你想找死 抱歉 二位 我这就带我弟弟离开 哥 这两个人 这个男人身上有杀气 你正好离他远一点 恐怕离不远 他绝对不是表面那么简单 太受 了死結束 你这会是很治的 故变 ? 那个